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年中卖期间,陕西省各地连续阴雨一个多月,社员们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在烂泥地里抢中上了小麦,接着又大战了一个冬春,终于获得了今年这样的好收成。 北京郊区的广大社员,战胜了连续几个月的干旱,使一百几十万亩小麦又获得大面积丰收。 今年北京郊区的好收成,使社员们大股革命干净,认真总结了去年小麦的风产经验,进一步实行科学种田的结果。 北京石井山钢铁公司建成了一座顶吹氧气转炉电钢厂。 顶吹氧气转炉电钢是现代电钢的一种新技术,它的特点是建设投资少,建设速度快,劳动生产率高。 这座顶吹氧气转炉电钢厂的建成,为我国建设更好更大的这种电钢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2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民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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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华侨各选举单位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欢聚一堂商讨国家大事 代表们在这里亲切地交谈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德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宋庆龄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大会开幕式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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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代表共有2836人 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列席了大会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也列席了大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开幕 中文字幕提供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做了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总结了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五年多来的工作 谈到了政协全国委员会今后的主要任务 报告号召各界人士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周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钢厂炸钢车间 半年前还是一个设备落后操作笨动的车间 在迎接工业生产的高潮中为了彻底改变企业的落后面貌 职工们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对整个炸钢工艺连续进行了几十项关键性的改革 是从钢焙加热到炸制成材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 车间职工人数有五百多人减少到三百人以下 同时还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创造的新型侧后仪 最近在上海中原电机厂已成批生产 这种侧后仪能够准确地测量出各种金属制造的平板管道锅炉 高压容器的腐蚀程度和剩余厚度 便于拆换修理 过去检查一艘五千吨轮船的钢板厚度 要打五百到一千多个洞 非常费工 而且不准确 现在 有了这种仪器 只要把金属头往船体钢板上移按 立刻就知道了钢板厚薄情况 湖北省武汉电子仪器厂 自己设计制造成功钢轨碳商仪 这种仪器可以准确地把钢轨内部的裂缝和岸伤检查出来 这种仪器制造成功 将改变过多少年来 使用弹簧锤检查钢轨的落后方法 这种仪器制造成功